今天要来和各位分享一款来自Velker刘瓦尔基里新推出的水冷 是的 水冷选王又又又推出新水冷了 这次是推出高性能 带屏幕以及低价格 三大要素的结合组合 B360 三个性能堪比T0级别 并且带上一块磁吸式的LCD彩屏 同时价格只需499人民币 结合这三个组合权特点 它的真实体验又是如何的呢 马上来和各位分享这一款B360水冷 在开始和各位这次介绍这一款水冷鞋 还是直接先和各位分享它的性能表现 而作为性能对比 这次我找了一款散热性能在T0级别的追风者格 X1T30 360 Gen2水冷 并且同时准备了另外4款水冷 分别是最早将带屏水冷打入性价比市场的 尖码SW360D 加上最近两家新推出的带屏水冷 分别是另一名Termalright的Frozenworkfloor 寒冰装甲360 和九州风神DQ的Miscrete冰爆360 以及不少人一直会拿来和VK直面对比的 Titan T-Commerce MJ-A080 加上VKB360一共6款水冷一同进行散热性能对比 当然加入追风者的T30 Gen2和Titan的A080 主要还是针对散热性能做对比参考用途 由于测试期间 14900K刚好不在工作室 因此这次的测试会专门针对AMD的A5平台来进行 想要看音调平台的测试 也可以去参考其他自媒体的评测 同时我也会进行双CCD的7950X以及单CCD的7700X 分别以各自固定230W和145W功耗场景下进行测试 测试平台硬件 包括设置以及测试环境参数等 先在这里列出来给各位做参考 首先进行全马速状态下的测试 VKB360压制7900X的成绩和追风者T30一致 7700X更是略微领先一度 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亮眼 当然作为它的对手 其他的三款带平随冷的表现也是挺不错的 基本上都只落后V360只有一到两度的成绩 但泰坦的A080表现就有点不正常了 不论是7900X还是7700X下 均平均落后各7到8度左右 我一度以为是我的测试问题 仿佛进行测试后结果还是一样 后来我参考了519G2近期的随冷评测视频 发现它测试的A080也一样是这个结果 再加上泰坦官方前阵子也发出公告说明 因此估计是产品本身有某些问题需要优化 不过本期视频并不是要刻意数落泰坦 所以关于泰坦A080水冷相关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由于各款水冷采用的风扇均有不同 加上各自的风扇最大转速也有所不同 因此第二项测试是将风扇转速调整至日常使用 可以接受的建议场景下进行测试 这里也列出6款水冷的风扇转速调整至 统一噪音后的转速表现 在进行统一低噪音场景测试下 VK V360均以一度的温差略选于追风者T30水冷 但对比另外两款静频的性能几乎是一致的 唯独先把的SW360D稍微落后个一到两度 再来是将所有水冷替换成追风者的T30暴力扇 来看看水冷本体的散热性能表现 VK V360在这里稳坐第一的宝座 对比其他水冷均有一到两度的性能提升 在给出散热性能测试总结前 这里还是要和各位再次声明 测试的所有水冷都只有一套样品 体式或许存在略微的差异影响 加上我这次只测试AMD平台 对于Intel平台或许也会有不同的温差表现 以及测试的环境变略也或许与你的实际使用场景也有所不同 因此本次的散热性能测试成绩仅供参考 从我的这三个测试场景可以看到 VK V360的性能确实还是一路既往的突出 其实还没测试之前我就大概会猜到有如此的性能了 这也符合VK一直以来的风格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VK私下还偷偷告诉我这还并不是他们目前最强的水冷散热技术 最说还有一些相关的技术储备还没断出来 所以其他水冷厂家真的得加油了 赶快让我们体验性能更好的水冷宝 看完了所有散热性的测试对比后 接着来看看它的噪音表现 再给各位展出实际噪音演示前 这里也放出这6款水冷在机箱内全满速状态下的噪音分贝值 满速状态下表现最好的是立民的FW360 当然这是因为它的风扇转速是本次所有水冷里最低的 最大转速节仅有2小RPM 当然仅有分贝值还是不够的 这里就放出他们各自单独的实际噪音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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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在和各位分享完善的性能与赵宇表现后 接着就来和各位分享关于这款VK B360的细节了 外包装和去年推出的A360是同样的包装设计与材质 因此明显可以得知B360是延续A360的定位族群 然后是扣具配件 扣具设计也是继续沿用VK本身的扣具生态 这个扣具设计一直以来的体验都挺稳定可靠的 因此继续沿烟也就没有什么毛病了 然后是风扇的款式 这次搭配的是全新的V12风扇 可以说是之前V360水冷X12的青春版 同样的25毫米厚以同样的散烈设计 只不过没有采用LCB材质 同时是采用散烈透光的设计 不过最大转速则是提升到了2400RPM 估计是用来弥补散烈用料上所带来的性能差异 并且为了最大化的提升兼容性 这次也不负责风扇边框的遮挡板了 最冷头的设计是采用了带磁器式的四方LCD彩屏 老实说这样的冷头外形设计确实没什么戳中到我 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爱原型的冷头多一些 不晓得你们是否也和我一样呢 不过在499元的价格里给到了LCD彩屏 而且还是持续式的 也就是说会有机会推出单独替换LCD顶盖的配件 但目前你能获得的就只是这个外观的顶盖 而且屏幕面积也有点小 看的并不是特别过瘾 希望如果之后会推出替换的顶盖附件 可以推出尺寸更大亮度更亮的屏幕顶盖 但还是那句话 结合499元的价格就给了你LCD屏幕的水冷头顶盖 同时还能够获得顶级的散热性能 确实也不能嫌弃太多了 保修的部分和不带屏幕的A360一样缩陷到了三年 这点还算是勉强能接受的 至于VK的售后服务质量这一块 我想就不用我多说了 网上太多用户分享了他们对于VK售后的体验分享 大家也可以自行去参考 当然这边还是需要补充多语句 由于目前VK全系列水冷算得上是中国大陆销售量最多的牌子了 在有着绝对的销售数量上 加上VK本身就自带话题与流量 网上能够找到的返修分享也就自然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觉得更多重点应该侧重在VK对待返修的态度能做到什么程度 我想这才是对于一个打算购买一体式水冷的用户更加在意的点 最后来总结我对于这款V360一体式水冷的看法 先来说说选择它的优点好了 首先它的散热性能肯定是不需要担心的 其实是不论在安装体验 还是结合价格所能给得到你获得的功能体验 都是相当的完善 甚至是自家的Mix Cool 软件也再次进一步升级了 软件的体验也是不断在提升之中 这点也是值得好评的 因此它的优点也很明显 就是在499元这个价格内 给了你一整套这个价格内几乎能拉满的规格 散热性能和相关的体验 然而我还是要挑剔一下关于V360的缺点 首先最大的缺点就是这套V12风扇 风扇本身的性能没问题 V12的风量表现和实际的散热性能的确非常好 问题主要出现在照应体验上 由于最大转速提升到了2400RPM 满转下的噪音确实非常的感人 如果要在日常使用下有更好的照应体验 那么风扇就得下降较多的转速 虽然低噪音下的性能表现也还是很出色 但就没有满速状态下那么的突出了 当然考虑到它的售价也确实能理解 只是我还是得说出来关于这部分的情况 然后还是与风扇有关 只不过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真心觉得风扇中心的这个贴纸不是很美观 甚至拉低了整套水冷的颜值 我宁可中间不要贴上任何的贴纸又或是全黑的贴纸 都会比现在这样的外观耐看上不少 最后就是冷头是采用方形的设计 因此整体的屏幕面积会显得有点太小的感觉 看了并不是很过硬 如果是采用圆形的设计 一定程度可以加大一点屏幕的面积 观感也会提升不少 当然这样的改动或许就不止499元这个价格了 而上述的这些缺陷面对它的售价 你要说影响很大吗? 我觉得真的还好 大部分在这个售价的水冷 要不就是性能不怎么突出 要不就是质量体验上和高价位款式 出现明显的断层差异 又或是以上两点皆有 因此我觉得就整体而言 VK V360水冷其实做的挺完善了 严格来说稍微调整一些细节 它就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定位成中高端的款式 而VK是直接将它打入成入门级别来卖的 真不愧是水冷卷王 然而我更加期待的是 VK会不会推出一款全黑不带任何灯光外形设计主打一个朴素 然后在性能相近的同时 直接卖你一个299元甚至更低呢? 这点确实可以期待一下 毕竟VK目前的水冷家族 几乎就只差全无光这一类的款式 还没推出而已 就让我预言看看会不会出现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关于VK V360水冷的体验相关内容 非常感谢VK提供他们家最新的V360让我进行评测 同时也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这些影片也不妨点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下轮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都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